阿姨 來看這個章節的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克普勒的行星三大運動定律 都是克普勒單純從觀察上得出來的結論 但是我們這邊的介紹就會從 牛頓的萬能倫力定律 來推導出赫普勒的行星三大運動定律 所以我們先來看是赫普勒的行星第一運動定律 它講的是說所有的行星繞著太陽運動 它運行的軌跡是一個橢圓軌道 然後這橢圓軌道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太陽所在的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既然我們要了解是一個橢圓的軌道 那我們就來複習一下或來看一下這個橢圓軌道的一些特性 所以說圖上有一個橢圓基本上橢圓你要知道幾件事 比如說橢圓的半長軸長是多少 所以這邊我們用A來代表橢圓的半長軸長 同樣你會需要知道這個橢圓的半短軸長就是這邊的B 所以A跟B代表的是半長軸長以及半短軸長 當然就是說這個橢圓到底有多扁或有多圓呢 我們考慮的就是這個橢圓的離心率 所以離心率的定義就是根號的1-b²-a² 所以說一個特例比如說它是一個圓的時候呢 它的長軸跟短軸長是一樣的 所以B等於A你就發覺對於一個圓而言呢 它的離心率就是0 所以這個值呢如果越靠近0 你的橢圓軌道就是越接近圓 那這件事情它不會小於0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說根號裡面的 1-b²-a²會小於0 因為B永遠是短軸 所以像圖上如果橢圓慢慢慢慢在橫的方向把它壓扁 一旦變成是一個垂直橢圓的時候呢 你A跟B的定義就會反過來 所以永遠B會小於A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說根號裡面這個計算會小於0 所以對於橢圓而言 你的離心率1就會在0跟1之間 同樣我們還需要知道說這個橢圓的焦點在什麼地方 一個橢圓有兩個焦點 像圖上XX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橢圓的一個幾何關係 就是說呢 橢圓軌道上的任意點 它到橢圓兩個焦點的連心線的距離相加 也就是圖上隨便舉個例子 有個R1跟R2 這兩個距離相加呢 對一個橢圓的任務永遠是個常數 所以說只要在橢圓圓周上的 隨便一個點 去對兩個焦點做一個連線 這個距離合呢 永遠是不會變的 那你也知道說不會變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現在選擇的任意點呢 是在比如說這個橢圓的最右邊 或是最左邊 所以你會發覺說呢 R1跟R2的加總呢 就會等於兩倍的半長軸長 所以就等於這個橢圓的長軸的長度 同時呢 你可能會有興趣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焦點到橢圓中心的距離 F的長度是多少呢 那可以從我們剛剛選了一個特別特殊的例子 也就是說我如果看的是 綠線所圍出來的這個三角形 然後中間做了一個牽垂線 所以對於左半邊而言呢 它是一個直角三角形嘛 所以說R2呢 是這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然後呢 它的垂直方向的0邊呢 基本上就是我橢圓的半短軸長B 所以你就知道F呢 從B式定理會有根號的A平方-B平方的關係 然後你比如說把A提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F跟離心率呢 沿上關係 因為後面的根號的這件事情呢 算出來就是我橢圓的離心率 所以你會有一個這個焦點到橢圓中心的距離呢 就是離心率去乘上半長軸長的一個關係 好 所以克普勒的第一行星運動定律呢 講的就是你的太陽呢 坐落在這個橢圓的其中的焦點 就像圖上所畫的 你的行星呢 就在這個橢圓軌道上運行 比如說這個M這個planet 它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要怎麼去描述 行星相對於太陽的位置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一個類似極坐標的概念 好 所以你就說它現在距離太陽的位置 距離是R 以及呢 它的轉角是Theta 這個轉角我們定義的就是說 以長軸的方向是我X的方向 然後呢 轉到這個行星R相對方向 就是我的Theta角度 那幾件事情可以特別講一下 比如說呢 當行星如果運行到距離太陽最近的位置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近日點 所謂的Perihelium 那這時候呢 它離太陽的距離我們叫做RP 那P就代表是Perihelium的一個縮顯 那這時候它的角度是零度 同樣的 當這個行星運行到這個橢圓的最左邊 它基本上是離太陽最遠的 也就是它到達所謂的Aphelium 所謂的遠日點的地方 那這時候呢 它的R就是RA 那角度呢就是台的一個角度 那所以這是一般一個橢圓的一個介紹 那剛才也提過說一個特例 所以圓而言的話A等於B 所以你的離心率就是零 那我們稍微可以看一下一些行星的系統 那它的離心率到底是多少 我們知道它是橢圓軌道 但是它到底有橢圓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對地球繞太陽而言呢 你的離心率只有0.0167 所以事實上呢 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非常接近一個圓的 那月球繞地球旋轉 它的離心率也只有0.0549 雖然也是非常接近一個圓的軌道在運行 那太陽系裡面的這些星體 稍微有比較大的離心率 比如說像水星大概是0.2 以及Pluto大概是0.24吧 但事實上呢 都沒有那麼偏離遠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發覺它就是稍微的一點點的橢圓 那我們就把這個橢圓你需要知道的一些量 比如說近日點、遠日點的距離呢 跟你橢圓的比如說半長流場以及離心率的關係 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同的行星它會有不同的軌道 到底是什麼物理量呢 決定了它運行的軌道的形狀 以及它半徑的大小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所以不同的行星呢 它繞這個太陽 它的軌跡或者它的軌道 比如說它的大小以及它離心率 到底由哪一些物理量來決定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只跟說 這個星體它帶的總能量 以及它的軌道的軌道是有關係的 你會發覺在這個系統裡面 因為行星受到的引力是一個保守力 是重力嘛 所以它的力學能是一個手環量 同時因為它所受到的重力 是朝著太陽的方向 其實是跟它鏡像的鑲亮R是一樣的 所以R跟F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它也不受任何的外力矩 所以這個系統它本身呢 有兩個量是手環的 就是能量是手環 以及角動量是手環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這個能量跟角動量呢 怎麼去影響你軌道的一個形狀 就像圖上所畫的 我們說這個行星呢 M現在在左上角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的鏡像長度會改變嘛 以及它的角度也會改變 所以一個極坐標而言呢 它就會有一個鏡像的速度 也就是我們往左上角這個DRDT的一個大小 以及有個切線的速度呢 就是RDθ除以DT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呢 這個角動量手環呢 主要是因為它 它坐標向量跟力的方向呢 是平行的 雖然差了180度 它的外積呢 基本上是0的 所以說你的系統呢 不受任何外力矩 所以你的角動量是一個手環量 所以我就選了兩個特別的例子 分別在近日點跟遠日點 因為角動量手環 然後方向是不變的 它的大小呢 就會有一個在Athelium RA乘上MVA 就是R乘上P的大小 會等於呢 在近日點 同樣的角動量 會有一個RP乘上MVP的這個量 那剛剛講說 因為重力呢 本身是個保守力 就在系統的總力學能是手環的 所以我就說呢 它的能量 我一樣可以在近日點跟遠日點 把它寫下來 所以有一個等式的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要結合這兩個關係 是來做一些推導 來告訴你說 為什麼呢 這個系統的總能量 以及它的腳動量 這兩件事情 因為它手環量不變嘛 所以只要一開始定下來之後呢 它軌道的形狀就決定了下來 所以我們要做的化解就是 從剛剛的腳動量手環呢 我可以把VP跟VA寫成一個關係式 那我們接下來要推導的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說我們最後得到的關係式呢 只跟我的軌道的形狀有關係 那軌道形狀跟誰有關係呢 當然就是比如說跟我的RA、RP 或者它的離心率有關係嘛 所以我希望呢 把我比如說能量關係式裡面 所有跟速度有關係的量呢 通通取代掉 通通取代成跟RA跟RP有關係的量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這件事情哦 所以剛剛說呢 我的總力學成手環裡面 比如說我的VP 我就可以用腳動量手環的關係式呢 做一個化解 化解之後這邊基本上直接代數 你可以做一些移項 所以我希望呢 是把跟VA有關係的量呢 寫在一邊 那這一步很簡單 我只是兩邊都乘個2 把質量除掉 然後把跟VA有關係的量呢 移在一邊 因為我想把VA呢 就取代成只跟這些RA跟RP有關係的量而已 所以你更進一步做了化解 通通這些分母 然後呢 你做一些相消 然後你最後得到的結果呢 果然你可以寫成是 在原日點速度的平方 就是VA的平方呢 它只會等於 G中立長數碼 M呢 就是你太陽的質量 去除上 你系統的半長樓長A 然後後面呢 去乘上RP除上RA 所以你現在速度呢 就完全可以用 橢圓的幾何的這些量來做個代表 所以你以此類推 你也可以把VP平方給算出來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把它列出來了 你現在回到力學能手橫 把它的總能量寫下來 那總能量呢 我們現在寫的這個例子呢 是在原日點 所以你有個2分之1VA平方 減掉GA跟除上RA 所以剛剛的想法是 我要把VA平方給替換掉 所以我就用右下角的關係式 把它帶進來 然後一樣呢 把共同的factor把它提出來 所以我提出一個2分之1的 G大M傳到小M除以A 然後後面呢 你要通分母之後呢 你利用到這個RA加RP等於2倍的A這件事情呢 可以化解後面的括號 只剩下負的RA除上RA 基本上就是負1嘛 所以你很快可以得到一個關係式哦 就是說這個系統 它一個守橫的總能量1 會跟我系統的2A有個關係 關係式呢就是1會等於負的GAM除上2A 所以當你行星的質量知道 太陽的質量知道 那中立常數是個常數 也就是說這時候呢 你系統的總能量呢 會決定了這個橫圓的長軸長2A是多少 所以1知道了你直接帶進來 你馬上知道你橫圓的長軸長大小是多少 所以這一步呢就決定了說 以行星到太陽的時候 它的橫圓最遠 或者說這個橫圓的大小 基本上就可以從總能量決定了下來 但跟角動量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你知道了橫圓的大小還不夠 因為橫圓的2A知道了 就是它長軸長之道 可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短軸長嘛 也就是說它可能有不同的離心率 所以說光是總能量呢 是不足以去決定說你橫圓的形狀 一直到它的大小 知道它的長軸長 所以說你這時候呢 可以把剛剛回到這個 總力旋能手橫的第一項 1分之1mV平方呢 用角動量的關係式做一個替換 所以從角動量的關係式呢 我知道的是1分之1m乘上VA平方 我可以寫成是角動量的平方 除上兩倍的mRA平方 所以你做這個替換之後 你發覺說 當你系統給了一個固定的總能量E 也給了我角動量L之後呢 你發覺說所有東西都決定下來了 所以我的RA也決定了下來 當你知道RA之後呢 你基本上就可以回頭去算說 你系統的離心率大小是多少 所以也就是說 當一個行星它起始形成的時候呢 它有一開始如果就已經 攜帶了它的總能量以及角動量 它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 包含說它會離太陽多遠 以及它行進的軌道呢 就完全被起始的總能量 以及我的角動量所決定下來